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赵丽颖 出生在农村 但是长着一张别致的小脸 她的长相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脸小 好看 有着一双灵动 好似会说话的眼睛 能把你的魂都给勾走 还有她的樱桃小嘴 薄薄的嘴唇 白白的牙齿 水嫩水嫩的肌肤 让人看了就忍不住想要上一口 网友对她的颜值也是有着很高的评价 她虽然没生活在大城市 但是却努力的往上走 她一步一个脚印 努力拼搏 在影艺圈敞出了一片天的 大家都会趁她为照小刀 因为她说话实在是太恐惧了 除此之外 她即使到了这个年龄 她的容颜似乎没有什么改变 依然还是保持着水嫩白金的脸蛋 还是一张娃娃脸 根本看不出她的年龄 简直是太神奇了 谭松远 她也是娃娃界的代表人物 她那张娃娃脸 可是出了名的 她长得萌萌的 可爱的不行 就像玩偶那么可爱 那蒙萌 让人爱不释手 在娱乐圈 这种长相实在是太难得了 虽然不是很女神的那种 但是就是特别招人喜欢 人见人爱 花见花开 给人很温暖的感觉 她演的那些青春的偶像剧 尤其是那部最好的我们 根本毫无违和感 特别符合剧中的人物 而且还是临场平丘 就算是出演古装 也是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是我们想看到的形象 各路人马都是特别的喜爱她的 周冬雨 皮肤很白 人长得很娇小 有着大大的眼睛 诱人的樱桃小嘴 厚厚的嘴唇 轻轻涂点口红 变会超美 她眼睛比较小 还是单眼皮 总体看来 她会给人一种很舒服的感觉 特别的平易近人 她的那张脸 超级流灵气 承包了所有赞美的词 给人过目不忘的印象 就一眼 只要一眼 你就能牢牢记住她 本来可以靠脸是吧的她 非得靠演技 小小年纪的她 凭借一部电影《七月雨安生》 就能够拿到金马脚 简直不要太厉害了 她的演技 那才是真正的炉火纯青 十分了得 众多网友都默默的陆转粉 被她嘴马精灵的性格圈粉 她的绯闻几乎为例 一品也是高的不要不要的 虽然长得瘦小 却也有着大大的正能量 简直是太喜欢 小编个人是这么认为的 各位小主们也可以纷纷发表你们的观点模 以上图片只来自网络 如有清权 请联系删除